好 为了改善卓西乡农特产品展销 在玉里镇设置了花莲县卓西乡原住民产业的服务中心 23号举行了祈福动土仪式 县长徐政卫也到场给予祝福 吕碧显表示这间产业服务中心 将成为行销卓西乡农特产品 以及发展市区农旅游的新亮点 牧师祈福 县场民众也闭眼祈祷 这是卓西乡公所办理的 花莲县卓西乡原住民族产业服务中心 动土祈福仪式 历经四年土地拨用新办计划 以及多次提案审查 成功争取花莲县政府原住民族委员会 全力支持 由花冬基金补助3440万元 总经费4425.6万元 卓西乡原住民文创农产业 将以崭新面貌在玉里镇中心展现 最重要的这个地方 需要做我们卓西乡的旅游资讯 的一个平台 他们如果来就让他一看就知道说 卓西乡部落在哪里 有哪些农作物 有哪些特色 这样他们就可以坐急诊车啦 或者我们将来有接驳车 就可以送到各部落去旅游 这是我们未来会发展这样的一个最大的价值功能 县长也表示开心 卓西是如此的有远见 就选在玉里镇当作是多功能的场域 游客最多 车流量也最大 一定会为卓西乡带来更大的精益出入 最多的地方能够在这里起建一个多功能的场地 无论在农产品的行销或者是观光资源的分享 或者是乃至于到后来要这个多功能可以做很多的弹性运用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核心价值也是出发点 绝对乡长旅逼前表示 办理建筑规划地上五层楼 融入花莲山与原住民异象等元素 风格独具将迈入工程施工阶段 工期大约14个月 预计在112年正式营运 记者高松松 玉里镇采访报道 辞纪那